上帝是爱 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 上帝如果不起事的话 人里面根本没有这份爱 人也不懂 理解不了 即使上帝把这个爱 也作为一种比喻 在人间启示出来 但是人还是懵懂无知 无法理解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 爱到底的爱 看起来有时候在家里头 孩子会受到父母的责备 甚至是责打 很严厉的责打 小时候都爱过揍吧 爱过吗爱过揍 爱过揍 爱揍的时候呢 孩子里面甚至会生出什么 不服气的想法 甚至 生出 要杀死父母的想法 为什么呢 他看到这个凶神恶煞般的父母 觉得 是仇敌一样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 父母 在责打孩子的时候 也显出对孩子的 全权之爱 但是人不理解 不理解 以为这凶神恶煞般的 这个 父母啊 要杀死自己 一样 事实上的禽兽啊 有的禽兽会 这个 因为食物的短缺 因为这个 占地盘的原因 甚至呢 这个 把自己的父母 杀死 吃掉 这是禽兽 人 是有灵的存在 是有人格的存在 最大的忘恩负义 就是不孝父母 不孝敬父母 十戒命的第五条 就表达 人与人之间的 戒命 第一条就是什么 要孝敬父母 是吧 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 因为 父母是自己的启蒙老师 通过父母呢 可以认上帝 以色列人都是 首先的第一个 启蒙老师就是父母 通过父母 传讲上帝的话语 如果连父母 都不孝敬的话 那上帝的话语 也会大打折扣 根本不会尊重上帝的话语 那同时上帝 也会怎么的 抛弃 万恩负义 不孝敬父母 就是最大的万恩负义 所以既要爱上帝 也要什么 爱人 这个要知道 父母对孩子的爱 是什么样的 不理解的话 看到父母 那个严厉的那一面 管教的那一面 就反抗 不被管教的是私子 圣经里这样说 是吧 自己的亲生儿子 一定要好好地 驾驭管教 这个孩子在这管教期 如果错过了的话 一辈子就完了 一辈子扭转不过来 再怎么打骂 扭转不过来 那时候晚了 所以在孩子 每一个年龄段 我们都不要疏忽 有人一时工作忙 有人的一时 怎么的 面临什么生活的困境 顾不上孩子 这时候把最佳的 这个管教的时期 错过了 过着村没着店 你悟第一年 你悟第一时 低悟你一年 是不是 一时没有下种 一时没有什么 这个互联好田地 互联好羊苗 就完了 到秋收的时候 喝里无收 所以这个孩子也是一样 一辈子我们要 在任何的时间里 都不能掉以轻心 一直紧张着 呵护着孩子 保护孩子 教养孩子 这非常重要 但是孩子不理解 不理解父母的爱 尤其是这个孩子 到八九岁的时候 开始 这个人格 一直开始独立的时候 越来越觉得 这父母 对他来说 是一个什么 这个 仇敌 存在 越来越和父母的心 怎么着 离间 父母说往东 他非得往西 非得给你 这个 扭着干 憋着干 憋着劲儿 总是显出自己的 这个独立意志 自己独立思想 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明明心里头也承认 父母是对的 但是呢 还是愿意跟父母 对付几句 这就是孩子的叛逆期 以后越来越强烈 到十四五岁的时候 可能才会越过去 渡过去 这个叛逆期 这就是正常的 这也是正常的 这是孩子有了独立人格 以后的正常反应 但是如果拥有 对父母爱的信任 就可以克服 如果这个时候 一旦对父母的爱 这个不信任了 不再信任了 这个关系 就一辈子就难以愈合 这个关系就给破裂了 一辈子很难愈合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要让孩子从小的时候 就要知道什么 我给你好吃的时候 是爱 我责打的时候呢 也是爱 让他明白这个 不然的话 一旦责打的时候 就变成了仇敌 这个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裂痕 就拉大 以至于崩溃 这个孩子 尤其身量 个头长得跟父母一般高了 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 完全自己可以自己做主了 好像力气啊 智慧啊 好像比这个父辈强多了 强多了 我最近发现呢 这个孩子啊 我们这个 这下一代的孩子 他们的智商 远远高于我们 远远高于我们 我以为 这个 我也跟孩子一起测过这个智商 我发现我的智商才七十多 七十多就是弱智啊 孩子至少能达到一百五 这就是天才啊 实际上大部分的孩子都能达到这个水平 你们不用笑话 都差不多 七十多 都差不多 也就能找到饭碗的那个水平 以后老球不堪了 还不如我呢 所以这个 这个 这是 我以为是 好像特殊 我这么特殊 不是 我孩子也不特殊 我也不这么特殊 出众 笨的出众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都是这样 我们的下一代人 远远高于我们的智商 智商远远高于 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个 这个TED的这个演讲 一个这个社会学家 他说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和长辈在沟通的时候这么困难呢 为什么 因为不在一个话语平台上 不在一个什么 调上 不在一个水准上 基准上 这叫在你们的语言里叫啥了 带钩啊 行可以 带钩就是 这不是一般的带钩 这是代际差 完全不是一个版本 你看那现在这个升级是吧 版本升级 变得更智能化收集 是不是 这个现在人的智商真的是 孩子们的开发早 要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聪明多了 所以呢 他们掌握的资讯都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 会有很大的这个代际差 不是一代人 这个代钩不是一般的小小勾勾 而是非常巨大的裂痕 但是呢 这个时代在变 人的这个智商啊 感情啊 不然那个 这个 这个文化在变 但是有一点不变 爱不变 奉耶稣祝福大家 能够沟通 使我们能够调和这个 巨大鸿沟的是什么呢 爱 爱 要说人和上帝差距大不大 更大了 那不是一般 半点的差距 那个鸿沟 那个代钩可 巨大了 是吧 太大了 再说人和上帝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啊 仇敌 仇敌见面 分外眼红 这样的关系 但是呢 我们一旦明白上帝的爱 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个鸿沟 和上帝同在 不是一般的亲密关系 同在 同在 是父与子的关系的同在 是一家人的同在 所以这个 我们要理解 上帝的爱 认识上帝的爱 并且一直坚守上帝的爱 这就是信仰 这是成功的信仰 成功的信仰 上帝通过律法 显出上帝的爱 也通过福音显出上帝的爱 整本圣经都在什么 产命上帝的爱 但是呢 如果我们读了圣经 听了这么多年道 还无法理解上帝的爱 那这些信仰生活是荒唐的 信仰生活必会 一败涂地 无法成功 所以这个 在福音的里面呢 人容易谈上帝的爱 在这个律法下嘛 人不容易谈上帝的爱 为啥 那么严厉的上帝 那么这个厉害的上帝 威严的上帝 所以让人感觉到恐惧 害怕 为什么恐惧和害怕呢 有罪 罪造成人和上帝之间的什么 这个隔绝 所以人们认识的上帝是什么 咒试我的上帝 打击我的上帝 击杀我的上帝 刑罚我的上帝 上帝是血流成河的上帝 明镜高悬 这个 铁面无私的上帝 人们在这样的上帝面前 哪敢受到上帝的什么爱来 静爱揍了 静爱惩罚了 所以和上帝的关系 一想上帝就哆嗦 但是呢 人的灵向往上帝 即使害怕上帝 可谓的上帝 在他心目当中 上帝是可谓的上帝 但是呢 还是想靠近他 这就叫敬畏 不是仅仅恐惧 恐怖的上帝 不是敬畏上帝 所以圣经用这样的名词 害怕是害怕 但是还想靠近 孩子的心不就这样吗 是吧 有时候对严厉的父母 害怕是害怕 但是还得依靠 还得想靠近 这关系是正常的 应该有点惧怕 这孩子没有点惧怕 这不反了天了吗 所以呢 这个应该用 长幼尊卑的秩序 父子之间的未分关系 当然要讲 当然要讲 所以这个 再怎么讲这些 这个未分关系 要知道 这个确定未分关系 讲这调和 这个未分关系的 这个扭带是什么呢 爱 是有长幼尊卑 是有秩序 但是呢 你必须用爱来调和 没有 光有义 没有爱的话 那 任何上帝的关系 就怎么的 就会崩溃的 我一直在讲 这个世上啊 这个 很多宗教啊 看起来都在 这个强调这个 强调这个义 是吧 他们强调的那些 宗教的教理 听起来是不是 这个非常的 这个圣洁无瑕 高尚完美 是不是啊 打着那个旗号 都是非常的什么 这个境界高远 看起来这个宗教 全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 在宗教背后的 这个魔鬼 它的属性是什么呢 欺骗 拿着这些 冠冕堂豪的东西 去欺骗人 他们 这个 只想在这世上 怎么 显出这个正义来 对于不义的 就要怎么的 作为罪人 干掉他 这个惩罚他 击杀他 咒诅刑罚他 看起来好像他们 非常的光明正大 光明正义 但实际上 干的都是什么勾当啊 都是卑鄙肮脏的 骇人的勾当 所以呢 你在这世界上 你要长个心眼 你听见那些 打着冠冕堂皇的 那些高尚无瑕的 那些大道理 你就要 长个心眼 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 这些高尚的什么思想 高尚的什么情操 高尚的什么 正义什么的 高举什么正义 千万 不要信任他们 尤其在这个网上 讲什么大道理的那些人 义正言辞的 这个 说一些冠冕堂皇话的 那些人呢 要对他们警惕 为什么 常常是骗子 常常是骗子 上帝是什么呢 既有 亿 也有什么 爱 上帝有妥协 有宽容 有让步 有牺牲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人的本性是什么 知道人的本性 是软弱 人是什么存在 软弱的存在 你讲的那些大道理 你讲的那冠冕堂皇的东西 你能做到啊 都做不到 做不到 怎么还在那 插插呼呼的 高举什么义的大旗 什么正义 道义 信义 什么情义 你能做到啊 做不到 为啥 人是软弱的存在 所以要宽容人 要谅解人 为什么呢 人 如果不宽容 不谅解的话 人人都会被这些 冠冕堂皇的话 逼到死胡同里去 人人拿着这个 义的大旗 干的都是 鼠目狗刀的卑鄙 肮脏之事 为什么 人做不到 还装作 假装自己能做到 所以我们要 对这些人要警惕 我一看到 这网上 有人发言的时候 一看就知道 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基督徒 虽然对这社会 对这个世界的罪恶 也是拥有爱证分明的立场 也会批判这些什么 不当 不义 不妥之事 也会批评 但是呢 基督徒在批评的时候呢 是把自己也带入其中 他不是说 站在道德的制高地 来审判别人 而是什么 而把自己也当作罪人 一起怎么的 来否定 一起来怎么的 审判 一起来指责的 绝对不会至高临下 至高临下的去审判别人 好像自己是一个什么 道德卫士 是一个道德标兵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基督徒知道 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因为自打信耶稣 第一天起 他就是认罪悔改的人 就知道自己半斤八两的人 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属性的人 所以呢 这个基督徒 带着这样的立场和价值观 才会 这个 靠着上帝的爱而活 靠着上帝的宽容 怜悯而活 哈利路亚 这样的人绝对不会 去拿着自己的义去审判别人 定别人罪 否定别人 欺负别人 那些 高举什么义的大旗的那些人 都是什么 假冒伪善的 就拿着这个义的尺度去量别人 从来不拿着这义的镜子照自己 这样的人呢 是卑鄙的人 这是魔鬼的伎俩 魔鬼的阴谋 不要上当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 没有上帝爱我们根本没法活 没有上帝的爱只强调什么义的话 只追求什么公义的话 这个世界是什么 活地狱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阴险 肮脏 卑鄙 更多的纷争 更多的什么 这个混乱 所以呢 这个上帝 这个 这个需要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爱 人们通过旧约 律法 其实上帝已经讲自己的爱 显明出来 但人是认识不到 在律法下 人们只认识到了什么 义 是吧 义 拿着义的尺度标准 拿着义的大棒子 开始怎么样 打别人 拿着这个大 这个尺子去衡量别人 所以呢 他通过 只有通过新约 我们认罪悔改 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才第一次 那么深刻的认识到 上帝爱我 上帝爱我 上帝的爱是饶恕的爱 是担当的爱 所以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 我们才真正的 和上帝恢复了关系 恢复关系 要知道上帝 不仅爱我们 而且爱到底 哈利路亚 不是两千年前 在十字架流血牺牲 爱我们 而且爱我们到底 所以我们如果不清楚 这个爱的话 那么我们就 这个信仰生活 百分之百会失败 不是办到别人 就是自己被办到 在这信仰征途上 肯定会失败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要 这个 认识到上帝的 意与爱 要调和在一起 耶稣既显出 上帝的意 也显出了 上帝的爱 对我们来说 如果仅仅显出 意的话 那么人 在这个 上帝 意的标准面前 人们只能作为罪人 被审判 人们 作为罪人 在上帝面前 那么作为 造物主 这个审判主 和罪人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 没法 相处好的 人一见着上帝 就会躲 而不是亲近上帝 亚当犯 和女人犯了罪以后 上帝来主动找她 他们俩是不是躲了 是不是藏了 为什么躲了藏了 不是仅仅 没穿衣服 感到丢人 而是什么 不敢见上帝 不敢见上帝 躲了藏了 大卫当年 见 这个 这个迎接约会的时候 他非常的高兴 就在上帝面前 怎么着 宰歌宰舞 是吧 跳舞的时候 裤子怎么着 掉了 掉了 那他也不在乎 还在那会儿 这个 很张扬的 就跳舞 他的妻子 米甲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 变安民之派的 是这个 扫罗的女儿 是吧 这个 就批评她 就嘲讽她 嘲讽她 我今天早上看了 这里这样说 撒尔米尔夏 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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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章二十节 大卫回家 要给 眷属 祝福 扫罗的女儿 米甲 出来迎接她 说 以色列 王 今日在 陈朴的 婢女 眼前露体 如同一个 轻贱人 无耻露体一样 有好大的 荣耀啊 这是不是讽刺她呢 是不是啊 好大的荣耀啊 撒尔米尔夏 六章 二十节 那意思就是 你真能得瑟呀 是吧 大卫对米甲说 这是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已拣选了我 废了你 父和你父的全家 但是他们不服气 是不是啊 这不服气 在这找茬呢 立我做耶和华民 以色列的军 所以我必在 耶和华面前跳舞 我也必更加卑微 自己轻看 看位轻见 你所说的那些婢女 他们倒要尊敬我 他们倒是挺尊敬我的 唯独你怎么的 周围的妻子怎么的 亲见我 嘲讽我 所以从此以后啊 大卫和这个米甲的女儿 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 这个大卫不再爱她 不再爱她 为什么 你理解我和上帝的关系 从此以后 这个米甲再也不生育 直到死都没有生育 所以呢 这个 变安敏的后代 变安敏这个支派的人呢 所受的待遇 几乎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人呢 人丁就开始稀少了 不再兴旺了 犹大支派开始怎么样 兴旺 为什么 他们这个 以在上帝面前维持 为什么 他们这个维护自己的体统 自己的自尊心 才是重要的 你一个君王怎么能够 在百姓面前 这么得瑟呢 这么倾见自己呢 所以 你应该有王的派头 王的这个什么 这个尊贵 你怎么能这样的 这个倾见自己呢 其实 别人没有感到倾见 是吧 反而和大卫一起宰歌宰舞 反而非常的尊敬他 这个王没有摆自己的这个大架子 是吧 跟我们一起宰歌宰舞 在上帝面前 像个孩子似的 是吧 欢心跳舞 多好啊 别人没这么想 唯独他这么想 为啥 他看重的是什么 自己的这个位置 自己在人面前的这个高位 而藐视上帝 所以总之啊 这个 我们作为罪人 在上帝面前 应该带着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 应该带着永远的谦卑 扶手在上帝面前 不 修于 亮出自己的这个耻辱 认罪悔改 不是亮自己的耻辱吗 亮出自己的耻辱吗 在上帝面前否定自己 那不是耻辱的吗 承明自己的罪 那不是耻辱的吗 但是呢 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可丢人的呢 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成为蒙爱的人 哈利路亚 但是呢 很多人呢 跟着耶稣这么多年 他包括他的门徒 不理解这个 上帝的爱 不理解耶稣的话 耶稣和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感觉到有吃有喝 而且呢 以后德国降临 以后这个国度兴盛的时候 这个可以得到很多的政治利益 所以当耶稣说 我去圣城去为了死而来的 这些人都傻眼了 尤其是彼得拦阻耶稣 拦阻耶稣 他们不理解 耶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认为耶稣说 去耶路撒冷去死 那就等于他们跟随耶稣的事业破绽 所以他们没法理解耶稣 为什么呢 没法认识到上帝的爱 没法认识到耶稣的爱 耶稣为了我们要定死在十字架上 这显出上帝对我们的什么 爱 这一点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所以呢 那些无法理解耶稣是上帝儿子的 无法理解耶稣死和无我意义的人 没法相信耶稣 就卡在那里 可能接受耶稣的思想 接受耶稣的什么 给予的吃喝和帮助 医治 但是呢 他们就卡在那里 无法接受耶稣 为什么 带着自己的想法 没有否定自己 一直带着自己的想法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那些 上个门徒 各怀心服事 各有自己的什么 目标和立场 他们跟着耶稣 都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但是悔改的人 是彻底否定自己 我要重生 作为新生命 跟着耶稣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 从此以后我要做的是谁的事 耶稣的事 放弃自己的人生主张和梦想 去追随耶稣 把耶稣当做什么 主人来侍奉 这样的人 才能真正理解耶稣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蒙爱的人 哈利路亚 蒙爱的人 如果理解不了这一点的话 那么无法得到上帝的爱 多亏这个 后来这个彼得是不是理解了 耶稣问他 你爱我吗 是不是 三次问他 可以说是测试他 这个彼得都怎么的 测试成功 一百分 一百分 但是呢 犹大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 撒旦已经入了他的心 撒旦 在他的心里头 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追求意义 这个 这个 犹大呀 可以说是 是耶稣一个 很亲密的门徒 因为耶稣把这个钱囊交给他嘛 耶稣也看重他这个人品 和道德呀 或者说 他的这个才干呢 都在一般的 这个使徒之上 所以呢 气中他 所以把钱呢 交给他 很多的采购的事啊 都吩咐他 他可能 特别有组织才能 他能张握 是吧 非常精明 是吧 各方面都很优秀吧 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他呢 跟随耶稣的 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魔鬼就利用这一点 利用这一点 你不否定自己 按照自己的人生路 实现你的梦想去吧 所以呢 就一直煽动他 煽动他 煽动他什么呢 在这人生中 要显出自己的义 自己的义 所以戴上自己的想法 他也是想证明 自己的跟随老师 是正确的 他想证明这位老师 是配得跟随的 所以呢 他就 这个 想把这个老师交给什么 世上的法庭 让他们来审判他 因此他 这个把耶稣卖了三十两银子 这三十块钱呢 这个 就是一个奴隶的最低价格 就给卖了 卖了以后呢 目的是啥呀 就是要交给世上的法庭 随便的审问 做自由人还不能随便 那作为奴隶呢 可以随便的审问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犹大的心呢 这个出发点 在他看来是什么 绝对是好的 绝对是好的 我没有什么恶意 出发点是好的 我这样出卖耶稣 一点都没感觉到什么 一点 没感觉到什么不妥 所以世上人 这个 希特勒当年 认为杀那么多的犹太人 他们也没有认为一点不妥 是不是 而且这个整个的国家 这个机构 执行机关 全都是 成了杀人的这个 机器 在这个链条上 每一个人 都在 在做这一件 这个 卑鄙肮脏 这人类最大的 这个 这个 恶毒 残酷 残忍至极的事情 但是他们 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一点不妥 人人都觉得 做的正义之事 是不是 干的事 作为正义之事 所以一点都没有觉得 什么不妥 为什么呢 都是上了魔鬼的道 都是用魔鬼的思想 充满了 魔鬼的思想 就让人怎么的 骄傲 显出什么 自己的意义就好了 就煽动 鼓动人 显出自己的意义就好了 人就是在这个 魔鬼的这个诱惑下 觉得做的是光明磊落 光明正义的事情 为世界除害 为上帝除害 他们杀死犹太人 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 希特勒 他们认为 他们就是 犹太人 犹太人杀死了谁呀 耶稣 他们就是 像犹大之流的人一样 你瞅着他们的德性 是吧 你瞅着他们的 尾碎的样子 跟犹大一路过色 所以他们 那时候 绘画作品中 那犹大这个角色 都是啥呀 尖嘴猴三的 是吧 这个 别人都画的什么 堂堂正正 唯独这犹大画的什么 尖嘴猴三的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实际上 这都是什么 人的 这个 自以为义 这是上了魔鬼当 当年犹大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他出卖耶稣的原因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这时候 耶稣 就知道 这个 自己的死期临近了 要上十字架 要上十字架 因此呢 他 这个 现在开始给门徒蹊脚 因为他觉得 这个犹大这个人呢 已经不可挽回 能做到这份上 这个人已经不可挽回 甚至耶稣最后 这个吩咐他 你该做什么 去做什么吧 和我一起吃饭的人 天天和我同在的人 也会用脚踢我 也会这么出卖我 因为啥 他不理解我对他的爱 他里面一意无形的 就想显出什么 自己的意 他不理解我的爱 如果否定自己的意 承认自己是罪人 这样的人就理解了 上帝的爱 这样的话 一下子就会 怎么的 会复合上帝的关系 从此以后呢 因为出于对上帝的爱 上帝说什么都能理解 说什么都能顺从 所以呢 耶稣说 如今爱我的人 就必听我的话 为命令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我也会爱他 我的父也会爱他 并且向这样的人显现 所以什么样的人 能够信仰生活成功呢 什么样的人 能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呢 认识上帝爱的人 哈利路亚 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 即使认识了上帝的意 的律法 但是他们和上帝的关系 还是怎么着 远隔千里 而且呢 他们 成了魔鬼的什么 爪牙帮凶 天天你杀我 我杀你 你定我的罪 我定你的罪 为啥 都显出什么 自己的意 自己的意 所以这个 在以色列人是这样的 事上他所有的人 都是一路过測 别看着世界上 那些人打着什么 光明正大的意的旗号 其实他干的都是什么 魔鬼的事 魔鬼的事 极其卑鄙肮脏的魔鬼的事 我们要把意和爱 怎么的调和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的信仰 那就是我们信仰 要认识上帝爱的人 知道上帝是宽容和怜悯 那同时我们呢 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掌 宽容和怜悯 和耶稣联合的人呢 也有饶恕 也有让步 也有牺牲 也有担当 跟耶稣的心肠一样 那难道就纵容罪恶吗 人人都这么 这个 这个心眼 这么大 而且呢 这么宽容 难道纵容罪恶吗 如果纵容罪恶的话 那不就又是 无法无天的 这个社会了吗 无法无天的 这个环境了吗 那么人人都遭殃吗 不 还要坚持义 那个义 怎么去坚持呢 自己坚持 自律 哈利路亚 不是说 律法不要了 不是说义不要了 义要不要 要 要 要自律 自律 要自节 要自治 所以呢 要对自己 这个 加以限制 不能处冲 去什么 限制别人 人人都自律了 就好了 就好了 就克服这个什么 这个罪恶的环境 给人人带来的伤害了 即使人 这个 做得不那么周全 不那么完全 人和人之间 还会有什么磕磕碰碰的 但没关系 因为 一直要维持是什么 爱 饶恕 人的关系就会怎么的 只能变好 越来越好 哈利路亚 人也会爱到底 是不是 家庭生活中也是一样 你天天强调什么 你对 你对 你什么都对 对于自己的 这个 妻子 孩子 认为他什么做的都不对 天天批评的话 认为自己都对的话 结果是啥 搞砸关系 搞坏关系 你坚持那个对的事情 就那么 重要吗 坚持这个事情 这个意的事情 对的事情 是绝对重要的吗 不 最重要的还是什么 爱 爱 这个在有爱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 这个建立和睦的关系 但要不要坚守呢 要坚持 你自己坚持好了 孩子不行 软弱 做不到 女人也有软弱之处 做不到 那就 做不到就做不到吧 或者说 丈夫也有做不到的地方 那做不到 你就 你做不就行了吗 担当不就行了吗 所以呢 这就是能够保存 这个关系 这个家庭啊 社会啊 单位啊 都是一样的 教会更是如此 嗯 更是如此 教会就是 首先这样的 学习到这个 欲爱调和生活的 这个地方 奉耶稣明 祝福大家 所以呢 我们 要学会这个 会要我们 受益无求 这个世界 这个 尤其今年 看起来呀 这个 各方面都 特别的紧张 这个 乱世用重点 什么 谁逃税了 使劲着 种法 是不是 人们这个 稍微有一点 这个问题 就 非常的严厉的治理 国家医院 在这方面 非常的严酷 非常严酷 也造成了 很多人的 这个什么 院生载道 但是要知道 仅仅强调这个 这个工业 还是不行 更多的应该什么 强调爱 强调爱 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的矛盾 才会调和 不然的话 越来越紧张 很多的时候 这个 这个 世上人呢 并不理解 这个 这个 这个关系 是什么 所以我们基督徒 是理解的 阿们 认识的 这个 耶稣在当年 看到这个 比这个 这个犹大 要出卖 要出卖耶稣 要把他 交在 这个魔鬼的手里 所以呢 耶稣就 赶紧给门徒们 洗脚 为什么 要做这事呢 实际上 门徒当时 是无法理解的 以后才 恍然大悟 想起这件事以后 才知道 耶稣 所做的这个事情 到底是什么目的 当时他们是不理解的 所以呢 彼得就什么 拦阻着 不让耶稣 给他洗脚 这时候耶稣说 你若不让我洗的话 你就与我怎么的 无分了 无分了 彼得当时 想的是什么 这有分 就是洗脚的目的是 为了吃饭 吃饭 因为要逾越节的宴席 这是按照规矩 按照这个 他们的生活的这个 可以说是习俗了 成为一种习俗 约节的时候呢 要沐浴 更衣 要洗漱 然后呢 进入宴席 干干净净的 吃饭 这个 这个不仅 这个 约节的这个 这个洗漱 这个沐浴更衣 这是一种形式 形式 一种比喻 实际上 他们认为 真正的 这个 这个 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所有的 一样圣洁的 一样有益的人 一样干净的人 一个血统 一个价值观的人 一伙的人 一体的人 一致的人 才有资格 一起吃饭 他们想的 就是这个 他们认为 耶稣给他们洗脚 就可以加入到 这个宴席当中 那么他们就成为什么 一体的人 然后可以一致的 在一起 交谈 说话 一起吃饭 对于 跟他们 不一致的人 绝对会排除 所以这个 三年多 跟着耶稣的人 这就是什么 能够一起吃饭的人 能够一体的人 能够进入一国的人 他们就认为 都是圣洁的人 都是一样有益的人 他们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们 带着这样的想法 有人接受 耶稣洗脚 有人不接受 彼得不接受 彼得不接受的理由 还有一个是 觉得 耶稣大我小 是吧 耶稣是主 我是仆 怎么能 主人跟仆人洗脚呢 他理解不了 是吧 上帝还为罪人死呢 是不是 他能理解吗 理解不了 上帝还来 要服侍人 是吧 不是接受人服侍 是吧 并且要做多人的暑假 他理解吗 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耶稣怎么能 给我洗脚呢 但是呢 耶稣说了一句话 让他不得不 让耶稣洗脚 为啥 得和耶稣有份 耶稣说 不让我洗 你就没有 和我没份了 他的理解是啥呀 那就被开除了 是吧 就无法什么 和耶稣成为一伙的了 一体的了 一致的人了 就被排除了 那不行啊 我跟着他 就是为了 跟耶稣一致 跟耶稣在一起 同在 是吧 怎么能够被开除呢 所以呢 他 只是想进入宴席 但进入宴席 只是一种比喻 只是一个比喻 约级的宴席是比喻 我们能够吃耶稣肉 喝耶水 才能真正和耶稣 成为一体 是不是 但是他们当时 耶稣所说 所做的这事情 理不理解啊 不理解 不理解 今天我们要理解 我们要理解 任罪悔改 这个信耶稣的人 属于耶稣的人 借着和耶稣联合重生的人 借着和耶稣的死和复活 联合重生的人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哈利路亚 这才是真正和耶稣成为一体 怎么和耶稣成为一体啊 洗脚就成为一体吗 一起吃饭就是一体的吗 不是 一起吃饭的人 还有什么 用脚踢耶稣的人 是不是 还有出卖耶稣的人 是不是 还有跟耶稣心不一致的人 是不是 还有犹大这样的人 其实在当时 犹大只是出卖了耶稣 其实和耶稣同在一起吃饭的人 当时都理解了吗 都不理解 都是各怀心服事 跟犹大也 差不多哪去 犹大只是有行动 我们要知道 人的里面 跟着耶稣的手 一直存在什么 自己的恶心 自己的小心 自己的义 自己的义 一直存在这些东西 耶稣知不知道啊 知道 知道万人心里所存的 所以不放心把自己交给他们 是不是 他只唯有交给什么 圣灵 是不是 所以他知道万人的心 是什么水平 所以不把自己交给他们 信不着他们 他们 他们这些人和犹大的唯一区别是什么 犹大不仅新接受了魔鬼的想法 而且行动了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些人只不过是啥呀 没行动而已 没行动而已 是 没行动 耶稣就不怪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内心中充满了什么 恶毒肮脏的想法 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 充满了小心眼 是不是小心眼 是 都小心眼 充满了各种各样肮脏的想法 都有 但是呢 没做出来就没关系 没做出来就没关系 做出来 当然了 没做出来也是罪 耶稣也知道 但是没做 做出来和没做出来 完全不一样 上帝对待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是吧 人家撒菲拉 如果仅仅存着那样的心 没有做 只是一时的想法 没有做 是吧 也可以 是吧 丈夫做了 那丈夫死 妻子只要不做就也可以 是吧 但是他俩一起怎么的 共上恶事 而且呢 一起共谋 做了这事 是吧 那就是问题了 上帝就绝对不会饶过了 好了 这个犹大 虽然和耶稣在一起 吃了饭又怎么样呢 还是 不是一条心的 没有正确认识 理解耶稣 所以这个 这个 耶稣当年这个 说的这番话 门徒们没有一个人 是理解的 耶稣也知道 他们的水平是什么 因为理解不了 直到真理的圣灵来 会把他们带到 一切的真理里面 让他们认识 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我只是 给你们做个榜样 做个榜样 做榜样 有一天你们会理解的 理解什么呢 这里头包含着什么呢 耶稣为什么要给 门徒们洗脚 就是在强调什么 你们要认罪 悔改 认罪悔改 否定自己 同时呢 要和耶稣 什么的 联合 同时要接受圣灵 然后认识 理解耶稣 认识理解耶稣 并且靠着圣灵 引导 靠着圣灵 充满 为耶稣 做见证 做耶稣的事 为耶稣 做见证 这个时候就 真正的使我们 和耶稣 怎么的 联合了 哈利路亚 和耶稣 有份了 和耶稣 有份了 那么这样 和耶稣 联合 有份的人 在教会 生活当中 就能够信仰 生活得胜 但是问题又来了 在教会 生活当中 和耶稣 联合的人 就一定能 把信仰 坚持到底 最终得到 进入天国的 这样胜利的信仰吗 这样胜利的结果吗 都能得到吗 还是有人得不着 为什么 没有把最初 起初 所得到的 上帝的爱 坚持到底 上帝的爱 是什么样的爱 爱到底的爱 耶稣知道 耶稣知道 清楚知道 这个 你们必须 明白我的爱 才能够 放弃自己的义 在上帝面前 举手投降 乖乖地否定自己 我是不义的存在 我是罪人 那么在我们 罪人悔改的时候 就得到上帝爱了 哈利路亚 那么同此以后 在这个 上帝爱的启蒙当中 理解认识 上帝爱的人 那么就 能够 开始 过积极的 属灵的信仰生活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坚持到底 如果没有坚持到底的话 这信仰生活还会失败 不是半导人 就是被半导 那怎么办呢 上帝的爱 要我们爱到底 要求我们什么 在教会生活当中 也要彼此相爱 哈利路亚 不然的话 还会在教会生活当中 怎么的 互相半导 还会怎么的 信仰生活失败 还会上魔鬼的当 耶稣清楚地知道 当年这个问题在哪里 所以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 耶稣做了这番教训 当时他也是举起杯来 是吧 祝谢了 然后怎么的 掰饼 吃圣餐 是不是啊 这就留下我们今天的圣餐 圣餐的意义何在呢 纪念耶稣 纪念耶稣的什么呢 死 是不是啊 纪念耶稣的死 直到耶稣来 一直纪念耶稣死 那耶稣为什么要死呢 爱我们 就这么简单 可以这样理解 爱我们 当然也为了出面魔鬼作为 当然也为了在上帝面前 至此顺从 对于我们的立场来说 最重要就是什么 理解 上帝 上帝如此的爱我们 我们该死的存在 耶稣为我们死 所以呢 我们 得到爱的启蒙教育 好像灵性 一下子开窍了 这时候呢 知道 哇 上帝原来这么爱我 我以为他一直这么 这个 以公义待我 追查 纠查我的罪孽 使我怎么样 被追杀 被这个什么 这个 上帝的刑罚 那个刀 悬在我的脑子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我一直紧张 一直恐惧害怕 没成想 怎么的 这时候上帝 拥抱了我 所以我一下子 怎么的 感受了上帝 如此 原来他爱我 他不是为了把我感激 杀绝 送到地狱里去 他原来怎么的 爱我 所以呢 这时候领受上帝爱的人 那么 从此以后 就愿意跟耶稣联合 在耶稣基督教会里头 过信仰生活 要做耶稣的事 那么就传道 传道是什么 爱灵魂 是吧 服侍 服侍是爱灵魂 是吧 做工 做工 爱灵魂 所以我们传道服侍 做工 宣教 一切一切都是什么 出于上帝的什么 爱 爱灵魂 爱自己的灵魂 也爱别人的灵魂 这样的信仰生活 才能够 爱到底 才能信仰生活成功 成功 所以耶稣今天 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即使作为主人 也给什么 仆人洗脚 连主人都这样 如此做 何况我们 我们更应该怎么的 彼此服侍 彼此洗脚 彼此相爱 哈利路亚 谁要是在教会生活当中 拿着自己的义气 给别人定罪 带着自己的主张和想法 一意孤行 做自己的事 那么就会成为犹大之流 跟他一路获舍 无法得到上帝的爱 无法得到爱到底的爱 这样的人呢 必会被上帝最终什么 遗弃 抛弃 犹大没有回头路 即使他 这个能够 这个 感到后悔 但是他还是上到自杀 为啥 一直一意孤行 在自己的义的路上 灭亡了 我们要否定自己的 就是认为我们人是没有任何丝毫的义 只有谁的义 要谈义的话 只有耶稣的义 哈利路亚 只有耶稣的义 那么我们在人的面前也好 上帝面前也好 只有耶稣的义 要说的义的话 都是耶稣的 没有我的 我们只需要怎么的 彼此相爱 领受上帝的爱 并且去怎么的 爱人 爱人 这就是成功的信仰生活 这就是能够爱到底的爱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在教会里头 还显出自己的义 去绊导别人的话 那跟这个犹大一路过去 就是犹大 就是今天的犹大 这样的人呢 这个避婚灭亡 避婚灭亡 彼得能够回转 最后耶稣 在耶稣的侧世面前 及格一百分 让耶稣满意 所以把主的羊 交给他来牧羊 上帝如何放心 把自己的羊交给你呢 如何放心 把这么多的羊 交给喜乐教会呢 奉耶稣祝福大家 是因为我们有爱 彼此相爱 不信相爱 那些没有爱的人 反而上了魔鬼当 互相定罪 互相定罪 成了魔鬼的转押和帮凶 天天拿着异的旗号 去拿异的尺度 去衡量别人的人 那就不知不觉 就上了魔鬼当 这样的人呢 无法得到上帝的爱 无法得到上帝爱到底的爱 即使暂时得到了 也无法爱到底 不知道什么时候 信仰生活都会失败 还会失败 奉耶稣祝福大家 我们知道耶稣诞生的意义 也知道耶稣受死复活的意义 也知道耶稣将要再来的意义何在 这样的信仰生活才能够真正成功 今天可以说是圣诞节的特别礼拜 大部分教会都在强调耶稣的什么诞生 马槽子又搬出来了 找一个漂亮的姐妹做什么 玛丽亚 我们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做什么 天使是吧 我们找一个像吕长瓦这样的 做那什么 做那个西律王是吧 我们找几个 那什么 做这个三个博士是吧 长得奇形怪状的 东方来的 又开始演着什么圣诞剧了 是吧 完了整个娃娃放在那个什么 马槽子里头 是吧 所以这个 年年在讲耶稣的什么 诞生 耶稣诞生 耶稣来给我们带来的什么 当然也不错 也不错 只不过是幼稚了一点而已 是不是 我不是说在否定他们 只不过是幼稚了而已 我们今天迎接的不是耶稣的初灵 而是耶稣的什么 再灵 这是如今过圣诞节的意义所在 如果我们还是 紧紧强调耶稣来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那显得太幼稚了 我们要为了迎接耶稣的再灵 那时候要预备好 聪明的同意 做聪明的同意 做这个什么 这个丰收的农夫 做这个什么 耶稣教会的助食 这样的预备好的 才能够把自己的丰盛的信仰 百倍的果实呈现给上帝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这个圣诞节 是总结一年信仰生活的圣诞节 哈利路亚 是更加把信仰的作品 呈现给上帝的圣诞节 而不是仅仅在 耶稣基督道里的开端 一直徘徊 我们要进到完全地步的圣诞节 哈利路亚 这个在圣诞节里头拥有 迎接耶稣的信仰 耶稣再临的信仰 把最高的信仰呈现出来 哈利路亚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 教会啊 都把这个圣诞节当成了什么 这个迎接出信者 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以他们为目标 是吧 来办这个圣诞节的礼拜 以他们为这个 当然这是也需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呈现出来 这一天要什么 献身 要服侍 是吧 要做工 哈利路亚 我们出信者来了 我们要服侍他们 我们要带领他们 要照顾好他们 爱他们 这个能把我们 这就是通过服侍 把我们的信仰显出来 哈利路亚 我们的圣诞节 是应该这么做 而不是我自己乐在其中 圣诞快乐 那么陶醉在这样的 这个 这个 那个肉麻的这个环境当中 叮叮当叮叮当的这样 环境当中 要把自己投入到服侍人的 这样的生活当中去 阿们 服侍到爱教 投入到爱教会 这个 而且呢 对于明年 也有这个展望 让我们的明年的信仰 生活更加的丰盛成长 哈利路亚 我们明年的 这个 这个 树林方向是归道 我的灵魂要归道 这是我们这个 在这个爱教会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更丰盛的成长 为此呼求耶稣民 要我们既往开来 在这个 最树林的圣诞节的 特别礼拜当中 在这年末的这个礼拜当中 呈现我们的信仰 让上帝悦纳 让我们最终能够 得到上帝 爱到底的爱 阿们 为此呼求耶稣 散遍祷告 一拜 请耶稣 耶稣